连狗都出来看雪了 哎呀 哎嘿 小狗人跑回去了 他又不出来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My Mr. Mowai Tutorial For Spine Animation 之前还有朋友给我留言啊 外国的朋友 用谷歌翻译成中文 给我留言 说希望能出一些英文的字母 那么我这个视频呢 就试着把我所有的这个台词 翻译成英文字母 放到咱们的这个视频上 看看是什么效果 本来我中文说的就不是很利落 然后翻译成英文 应该看起来很搞笑 对吧,咱们实验一下啊 好,我们继续上次的这个动画 那之前呢 我是做了一个小的角色 把它调成了两个面 对吧,一套谷歌 两个面 方法呢 就是在back这个动画里面 调了一些谷歌的位置 变成了一个背面效果 就是左边这张图 好了,我们现在 这个动画里面来调一个待机 调一个待机 我觉得在咱们这个动画里面 首先要做一个修改 就是上个视频说了 我们这有一个大坑 为什么 那比如说我在front里面 front里面调一个待机的动画 首先要调一个 简单的待机动画 那比如说60帧的待机动画 我们就让身体做一个上下微微的一个浮动 微微的浮动 然后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动画复制到back里面 back也有这个动画 对吧 动画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如果要做身 这个四肢的旋转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那比如说 我把两两个手臂都选中 在第30帧的时候 让手臂做一点点这种温曲 看一下效果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动画再复制到back 我们看看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动画它记录的 就是本身它的这个角度 它跟这个角度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个front 这根骨骼的动画 直接复制到back里面去 所以就无法实现我们做相同的一套动画 然后同时实现两个面 我们等于这个面还要再挑一遍 那很麻烦 当然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就是使用这个调整 这个我之前没有说过啊 这个调整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办法 它类似于偏移 它不类似于偏移啊 就是调整的就是可以同时操纵 同时操纵所有的关键针 比如说把这三个关键针都选中 直接把它拽过来 它呢就选错了 不能在外面选 在这 在这把它转过来 这样呢 它会把所有针的所有关键针的角度 全都转过 全都拽过来 对吧 这样 但它跟第一个这个动画还是有一些区别 这是往上啊 这个是往下 不过无所谓啊 但它基本能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每个都调调整也挺麻烦的 所以呢 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 在 我们在设置里面啊 调整一下这个骨骼 在这个 主骨啊 身体的这根骨骼下 躯干 在这个位置创建一根骨骼 注意看 创建一根骨骼 这根骨骼呢 是作为四肢的一个主骨 四肢的一个主骨 给它的左臂来 左臂来一个 然后呢 把这根骨骼右臂绑到这个骨骼下 左臂绑到这根骨骼下 看看 然后我们在移动位置的时候 移动它 移动这根主骨 首先我们把back 把back这几根四肢 身体 身体和这个头没有什么问题啊 主要是这四肢的 这个这些骨骼都给它删掉 关键都删掉 我们重新调节一下 之前我们是怎么做镜像的呢 我们是不是直接把这个把它移动过来 那么现在我们移动这根主骨 就可以了啊 移动它的主骨而不去移动本身 对吧 旋转这根主骨 它对内部的动画就没有影响了 这个就能彻底解决我们上一节 挖的那个坑的问题了啊 好 那么腿是一样的 在这根骨骼下 给这个腿创建一个骨骼 对吧 再复制一个放到这 两条腿分别 作为它的子骨 好了 那么在back这个动画里面呢 我们直接把它 调节这个主骨旋转它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对内部的动画是没有影响的 同时呢 把图片要要显示过来啊 对吧这个就是正反面啊正反面 然后我们 把这个动画我们先加一个曲线 加一个曲线啊 然后把这个动画直接复制到back看看会怎么样 复制 啊这就没什么问题了是不是 他只不过手是相反的 对吧 这个手在中间真是向上 这个手在中间真是向下 啊但是 我觉得至少能方便很多 对不对 对这种小角色 你如果不是特别苛求的话 那顶多我们调一个偏移 把这两个旋转 把这两个旋转调一下 这个相反的 那么基本一套动画也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不是复制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这个就是解决我们上次的那个坑啊 这是简单的动作 但是walk怎么办 我们调一个walk 试一下啊 front front walk 好在调走路动画之前呢 我们先调它的标准动作啊 标准动作是这样的一条腿前一条腿后 右腿在前 那么你的右手就要在后面 左手在前 左手就要在后面 可能我们稍微调一点这种移动 先调吧 调完来看一下 40针的一个动画 中间一针调走路是这么调的啊 中间一针 相反的动作 相反的动作一定是这样的 先调出这种效果 之前我那个女孩的教程讲过走路动画怎么来调节啊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详细的教程 这是一个简单的走路动画 那么在中间针的时候啊 先把曲线加上吧 中间针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个身体的高度 第一针 第一针最后一针的高度一样 中间针的高度也是一样的 只有在走到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腿直立状态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稍微升高一点 对吧会有这种效果 然后呢在这个这个基础上再调节 注意看啊就是 到第十针的时候 向前迈的那条腿 这条腿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它是一个迈腿 对吧 迈腿 但是咱们这个 哎咱这个角色太卡通了 还有一个 实在不想给他加网格 对吧 咱们这个下面的一个腿 应该是 分成两节对不对 分成两节这样才能做这个关节的效果 嗯 作为一个优秀的动画师 我决定还是把它拆成网格 好了我们把下面这条腿修改一下啊 左腿改一下网格 这个网格应该是这样的 一到这一步呢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四肢在圆化的阶段就应该划成直的是不是 在这个阶段调整它简直太痛苦了 中间加两个网格啊 这个这个还牵扯到一个镜像的问题 我现在不知道镜像会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做的时候再说吧 然后这根骨骼呢 拆分成两个 牵套的关系啊 两根骨骼 然后把它绑定到这两根骨骼上 可以分去 然后呢 那右腿 右腿网格 中间分关节转两到三根线 修改一下位置 然后呢 我们把这根骨骼拆分成两个牵套的关系 直接绑定到这张图片上 看看旋转有没有问题啊 旋转有问题 什么啊 手绑手绑了一根骨骼 好了 绑定之后呢 自动计算一下群重啊 来可以温区就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别忘了啊 还有一个镜像的图呢 对吧 这还有一个镜像的图呢 嗯 我们直接把这个图删了 重新给它做镜像也可以啊 直接创建网格吧 对吧 咱们 嗯 行不行行不行 还是得还是得删掉它 对吧 重新做一个镜像 右腿 复制一个 然后呢 转过来 我们把这张图做镜像 what happened terrible 转过来 这样 还是两根骨骼 看看权重有没有问题 看着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好了 回来 啊 回来 那么我们进入走路的动画 走路的动画 走路的动画 从前关键针针 在这一阵的时候 它是弯腿啊 它是相反的动作 但是呢 在弯腿的时候 这个大腿的小度有点不够了啊 所以 在这儿呢 大腿可能 稍微我们跟它调一下 看看这个 这个完全还好啊 看这个走路动画了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我们直接复制这个动画 你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做一个动画 一个正点 然后呢 你选中它 Ctrl D 为什么不起作用 Ctrl D walk back walk back 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工作了 注意看啊 直接选idle back 然后把第一针的关键针都选中 注意看第一针的关键针都选中 直接复制到walk back第一针 看看是不是就过来了 然后播放一下动画 对不对 非常的可怕 这个动作 是不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来调解一下 首先呢 是 首先呢 是这两个关键针的问题啊 哎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角度会不一样呢 这个很奇怪啊 不知道为啥 引发这个问题 没关系 把这个手臂修一下就可以了 好转过来 因为它的这个 嗯 还是角度问题啊 那在这儿我们调一下这个动画 对不对 我给它调下来是不是就就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腿吧 腿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腿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就是手臂了 在第一针把它调到后面 把这个调到前面 看看是不是就好了 对吧 做一点点的调整 嗯 做一点点调整 这样呢背面的这个走路也就制作出来了 对吧 角度 调一下角度 像这个骨骼的角度 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些正面 背面不是完全一样啊 所以 进行一点点调节 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那仅仅呢 是需要 调节这四个四肢 他的这个谷歌 哎 好了 那么我们基本一套谷歌 基本能解决两个面的所有的动画 好了 哎 这节课呢填了一个坑 注意啊 这四个谷歌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会遇到类似的这种 角色啊 这种项目 呃 尽量一套谷歌 解决所有问题 好了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儿啊 see you next time 关注毛怪先生 subscribe Mr.毛怪 comment and like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i know i know i know 真是理解不了 为什么总有司机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 开60多 真受不了 有的时候遇到这种司机 我会提醒他一下 师傅稍微开快点 但基本上 遇到三分之二的司机都是这样的 说多了我就懒得说了 说之前然后心里就憋着一股火 你知道吗 如果不说出来的话 就好像肚子里憋出什么东西 又拉不出来 说出来也不爽 不说也不爽 真是难以理解 一般遇到这种司机 你也没法给他差评 只能拉黑 尽量下次 别再让他接我这个单子 大家好 开热门 谢谢 请靠近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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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